这边这张有两千多张的照片 台湾首位唐卡创作者林根进现场导览 带领民众更了解他的创作理念 早年林根进也是一般生意人 没有学过绘画 因缘际会接触密宗之后 透过进心冥想时 将藏传佛教诸佛的神韵及心法 透过彩笔做出不同的诠释 每一张的过程图 都在接受一种 一种大自然的一种讯息能量场之后 而来告知 我这些画都是印证的话 他们是存在的 生活是存在的 这些生活他们 这些能量场他们是存在 而来指引怎么样的 跟他们配合 在人间完成这些作品 而来跟大家分享 唐卡在藏语意为松树 是一种画在布曼或是纸上的画像 这些以佛像为主的唐卡 色彩绚丽 笔法细腻 另外这幅三世佛 倒进了人世在过去 现在以及未来的时空层叠 原作高达六公尺 这次因为场地的关系 只有展示了四公尺的复制化 人世很有震撼力 它是从一个时空 这个过去佛 它是从一个时空跳出来 它有九张脸 喜怒哀乐憎恨 那它的头是顶着一个建筑物而爆开的 爆开是每一根头发 这在衔接每一个爆开的建筑物 那这个过去 它本身是一个穿的一个很破烂的衣裳 从另外一个空间跳出来 跳脱出来的 除了佛像的唐卡画之外 现场也有宇宙新次元能量系列 透过层层的堆叠完成奇妙的画作 多幅创作不仅颠覆一般人对唐卡的传统印象 也能带给民众视觉跟心灵的震撼 又来秋风台中采访报导